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今天是年初三 赤口 大家不去拜年 最好留在家看節目 首先錄了一節節目 先跟大家講講我們萬聯球員的近況 包括在國家隊上有份上層的球員 以及在卡林頓中心訓練的球員也有說 如果今天是年初三的午飯時間 我有時間有空的話 就會錄多一節 可能下午一點 就會講一下轉會市場 除了我們轉會市場的運載 也會講一下我們的競爭對手 轉會市場是怎樣情況 不過就要看有沒有時間 沒時間就可能要再退遲了 不過星期五晚很快就會有竹種杯賽事 先說回我們自己 首先有三位球員仍然是國家隊上陣 包括巴西國家隊 剛剛以4比0 贏了巴拉圭 南美方面的世界杯外圍賽 我們的費特金場球是休息的 沒有上陣 但是泰利斯正選上陣 還是踢足全場 說真的泰利斯近排 相當之好的狀態 希望保持狀態 繼續回來萬聯幫忙 好 看看他和蘇爾兩個爭左閘位 都會爭得相當相當激烈 我相信 好 接著就另外一隊 大家畫面見到 就是巴拉圭 不 抱歉 烏拉圭 說錯了 烏拉圭 4比1贏了委內瑞拉 我們兩位球員正選上陣 包括卡雲尼 還要入球 另外 帕利茨打右邊的中場 4-4-2裡的右邊中場 帕利茨已經連續兩場 外圍賽都有代表烏拉圭正選上陣 卡雲尼踢得好 大家都知道 這不需要多說 但是 帕利茨兩場都正選上陣 我自己覺得是一件好事 為什麼大家都知道 阿拉圭斯應該外借沿北 亦沒有任何消息 他繼續外借出去 即是說他會回來曼聯 亦都會 我相信他有這個 希望有這個條件 挑戰一下新組 看看誰可以爭取我們右邊進攻 那個位置 但是 坦白說 過年時間 雖然好像沒有什麼做 但又不知為何無事網 我就沒有看過球 幸好多謝 有位巴友看了球 還要在昨天的影片流了言 多謝你阿King 他就說什麼呢 他說大巴 新年快樂 頻道精精日上 看了帕利茨兩場國際賽精華 個人認為他的迫搶功夫不錯 而且幫球意識很多 對委內細拉那場球 單人匹馬扭幾個落底線 全中比對他入球 不過技術實際 速度也很快 雖然短速也很快 希望能夠幫到曼聯 填補現時陣容的後備力量 真心希望 連格特留下 連格特雖然不頂級 但能夠踢前場的不同位置 不過就全 因為這個軍曉事件 才不讓連格特走 張生比己 不知道他會不會覺得 不好受 有機會終於來臨 希望下半會踢回West Ham的水準 當然連格特那件事 很多朋友都說了他的意見 詳情可以看昨天幾條影片的留言 實在是相當多不同的意見 大家都很開心地表達出來 這個說又說 今天赤口 不用拜年 因為怕吵架 我們曼米早晨這裡 非常之開心 為什麼呢 大家都秉持著一個信念 發表自己的意見 但千萬不要說服對方 或者說服其他人 這樣就為之一個很健康的討論 因為說真的 很簡單 用回連格特這個個案 很多朋友支持連格特 是因為第一 他在曼聯 有一段時間看得很好 記不記得嗎 祝總盃幫我們入決賽球 經常都在決賽球 入中要求 那段時間的連格特 你如果對於你來說 印象比較深刻的時候 你就覺得他很好球 或者韋斯咸去年半季 都是非常好球 但是他也有一段時間看得很差 在我們那裡 我記得蘇斯一查有一段時間 給了很多很多機會 結果都是一度都踢不到 踢不到 如果連格特對於你的印象 是那段時間的話 那他就是一個很差的球員 所以 在不同的時間 一個球員總會有不同的發揮 看看理智 即是每一個球迷裡面 那個印象哪個深刻些 就會對一個球員一個定型 所以 老實實在 所以我們這裏最重要的是 你覺得支持連格特的 講完他的優點出來 你覺得連格特不喜歡的 你講完他的優點出來 那其他朋友 看完之後 就會自行判斷 這個就是我們這裏的精髓 不好意思 說回King那裏 帕里茨幾樣東西都正黃 就是說 可以下底線傳中 也有個人的能力 速度也不太慢 但其實我印象中的速度 可以接受 比阿媽仔快 比阿媽仔快 但是 比起福仔那些 應該沒有他們那麼快 但是技術上來說 比較 勢力一點 但是也可以說 略嫌幽亂 所以 聽完 King這位巴友說之後 我就覺得安心了 為什麼呢 他兩場都有機會踢 變成 比賽狀態有回到一段時間 回來的時候 和新組或者其他球員 欠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相信有一定的優勢 老實實 我覺得 接下來還有餘下的小半季賽事 真的要看一下 我們有多少年輕球員可以彈起 那變成 說真的 去到這個暑假的時候 一個正式的領隊來的時候 就可以見到 我們有什麼球員可以用 雖然我們說 我們可以買人的 但是 現在這個現金 這個轉會市場 這麼難搞的時代 你猜 要買一個好的人 又適用 又肯幫你踢 又不只是貪錢 真是談何容易呢 好了 剛才說完 我們在國家隊上陣的球員 要說一下 在卡林頓訓練中心的球員 這樣 包括大家看到 中仔 因為中仔 受傷 因為受傷 就回來曼聯 他現在跟我們操練 又是那一句 除了帕利茨可以回來 搶這個右邊進攻中場的位置 其實阿聰仔 都可能可以 所以 會不會 阿聰仔又懶手 側過熱戰隊 就變成了 成為我們 一隊有機會的後備力量 這個絕對有可能 說真的 中仔 在離開萬聯外借的時候 其實那個 實力上高是一般的 因為他是 他有個人的能力 但是上隊一隊就不太能表現到 但是 他經過幾次的外借之後 尤其是之前 在八明漢城 其實也踢得不錯 希望 他可以繼續提升 有機會 跟幾位師兄爭爭 看看能否爭爭 另外 藍力克 看看他 究竟可不可以趁這個機會 發掘到多些 我們的年輕球員 亦都可以盡量 運用多些 當然 那位普巴 這位大哥 藍力克就說 再次出去之後 他有機會上陣 究竟 普巴 情況是怎樣 暫時的消息就說 萬聯就跟他 說大家 遲少先再講續樣的事情 但是其實 根據Fabricio Romano說 7月的時候 放下了那張續約條件 暫時還是這樣 普巴當然不濟 還有 老實 九成九 我也覺得他是走的 不過 他走不代表他不幫萬聯踢 因為始終 老實說 第一 他都想上陣多些 拿多些 狀態 可以有機會踢這個世界杯 雖然世界杯不是暑假踢 但是也是11月而已 都是有限的時間 如果你完全沒有狀態 很難說可以踢 就算 迪根斯選他入隊 他都可以踢得不好 對不對 另外 也要告訴其他球員 我還可以踢 對不對 所以為公為私 普巴都應該要下力 說真的 華拉尼 說真的 將會是我們接下來 遇下半季裏面 我們中堅的一位重要棋子 真的衷心希望 他不會有任何受傷 那麼我們的後防呢 就肯定穩陣多些 如果不是呢 都真是令人相當相當擔心 另外 就是 誰 麥湯和福仔 當然了 麥湯呢 就繼續要進步 雖然現在他都比較多 正踢正算 但是呢 他絕對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因為呢 現在這一刻呢 我相信大家都會說 如果要踢單房中呢 他頂籠是排在馬迪的後面 而已 那麼他和阿費特呢 兩個都是略嫌 有點不足 但是呢 講到最尾呢 就算很多朋友就說 喂 James Gardner 那些回來會不會行啊 這樣呢 我覺得 就算James Gardner回來呢 水平可能都會在麥湯之下 如果你問我現在這一刻 所以呢 我覺得 都是 如果要提升的時候呢 就一定是看麥湯 可不可以做到 快一點點 那麼馬迪就不用說話了 馬迪呢 最重要就是什麼呢 養著踢 只要養著踢的話呢 其實他都真的做到 還有呢 在適當地場次啦 如果對方有些很快的攻擊球員 在中場的時候呢 你就不要找馬迪來了 你就真的玩他 說真的 但是 我就希望呢 麥湯呢 之前就叫他跟Carway學習 好像也不是學得很多 但是呢 其實他一直都可以 就是 看看怎樣可以在馬迪那裡偷到試 因為始終馬迪呢 就是 一定程度上呢 是相當相當不錯的一個 中場來的 不過只是年紀上高 複製不用說的啦 複製很簡單的 增強到球場的視野 還有 做多些 適當的時候 傳送 當然要練習他的傳球能力啦 因為我們早前都見識過 他的傳球能力真的差到沒有朋友的 有沒有機會呢 就看看 大陸志 大家不用說話啦 跟泰利斯一樣 都是成功彈起球員 班奴呢 亦都是 希望呢 其實說真的 有一陣子 班奴踢得比較差 我覺得就是欠缺休息也很重要 所以 我想班奴應該 經過上次的低潮 應該會明白這一點 尤其是現在 又沒有了雲迪璧 究竟 班奴要眷勤 怎樣搞呢 我們現在還有連格特技 還有普巴的 看看怎樣 新組 還有後面那個 Alfredo Fernandez 因為 我真的要講講Alfredo Fernandez 這個就是之前 我們兩屆之前 介紹過給大家聽 左和馬 右巴賽 他就是 左閘來的 原本來踢U隊的時候 現在 U23已經經常做正選 以及 都是U23的重心球員 很明顯 這段時間 應該 說真的 因為泰利斯去的世界盃 找到左閘來頂著 先操練 但是 世界的東西 機會的東西 你永遠不知道 如果說現在的U23 我自己覺得 Alfredo Fernandez 是其中一個 有機會提升上一隊的球員 不是說他能夠踢一隊 大家千萬搞清楚 也不要誤會了大巴意思 是比較上實力接近 可以上來一隊 學一下東西 還有可能有些機會的話 就是踢一兩場的後備 試一下感覺一下 我覺得是適當的時候 儘管看看 他有沒有這個機會 還有 雖然我問過一些相關人士 這個機會就不大 因為我覺得 其實他那個 全球路線 和那個球場的視野 是真的幾不錯 我就不知道 他可不可以改替防中 即是現在 新組後面那個 如果他能夠改替防中 而又適應 或者做得到的話 我自己就覺得 他真的是一個 挺好的希望 如果純粹做回左閘 我就略言他速度不夠 說真的 如果做在防守方面 以及進攻方面 如果要他 左邊打完的話 就 都幾難 我覺得在現在來說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提升到 反而我就幾喜歡他 如果可以踢防中的話 可能還 有些看頭的 不過不知道有沒有可能 大致上是這樣 因為始終都還沒有齊腳 中師也在 是不是那個師郎呢 寶寶那裏 總之 暫時都還沒有齊腳 但是我想 又是那句 看看蘭力克 是不是可以趁這個機會 練好多些 他想踢的陣型 或者 我們之前所謂的4-3-3 或者4-3-3 或者什麼陣型都好 更加成熟 大家球員的 合作性更高 更重要的是什麼 說真的 無論他踢什麼陣勢都好 我們中前場的壓迫 或者迫搶的能力 我自己覺得 都是需要增強 無論什麼陣勢都好 都是要看看 怎樣可以在這方面增強 這樣才可以繼續挑戰 英超前四的位置 抓總盃看看有沒有機會 還有歐聯可不可以繼續 向前進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今天想提到 有沒有年輕球員可以誠勢崛起 以及他怎樣可以 令到我們中前場的壓迫 可以做得好些 將會是我們這個下半季成功的關鍵 你們有沒有哪些東西 覺得也是這個下半季 我們成功的關鍵 如果哪些東西做得好 我們下半季就會有機會 大家可以留言說一下 今次來這裡 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拜拜